爱情考争取 我也不放弃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是你们的相亲特派员张征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位男嘉宾是一位来自甘肃的小伙子 虽然是外地人 不过来重庆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 现在回溯一抠 跌倒的重庆 在语言上 看来他已经是入乡随俗了 那么其他方面 现在他在重庆又想寻找一段 什么样的缘分呢 来 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叫潘彦肥 然后三十岁目前 然后从事旅游策划工作 然后月收入大概在五千 本期交流男嘉宾 潘彦肥三十岁 身高一米七八 职业旅游策划 月收入五千元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听我现在目前重庆的扣音 能不能听说我是哪点的人 其实我是一个甘肃兰州的 我用普通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大家就是可以经常来甘肃兰州 来玩 来到重庆之后 一直在这边上班 因为我觉得重庆是一个 特别有包容性的城市 然后重庆的美女火锅也特别的多 从事旅游策划的男嘉宾 这些年也是踏遍了大江南北 谈起自己的工作也是滔滔不绝 目前从事的是旅游策划 然后主要是一些线路 还有一些假说一些周边的旅游的这些设计 然后我们一般去的地方会去一些川西 然后云南 然后西藏 比较好玩有趣的地方 但是基本上就是去一些冷门的 什么墓里 还有就是达瓦根渣 还有就是这个滑尖山这些 比较看日出云海这些漂亮的地方 在和编导前妻的交流当中 男嘉宾也曾用大段文字 表达自己非常热爱摇毁乐和旅行 可见他在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情侣 我在远方 很多的岁月 我自己也比较热爱旅游 就是也希望自己的 就是另一半能够跟我一起 然后去一些特别有意思 特别冷门的地方 这个积极向上的唯一青年 到底又希望找到一个 怎样的灵魂伴侣呢 第一我自己的性格呢 就是比较正直 然后呢我希望就是 我的另一半的性格呢 也是非常开朗 能够大家有共同的话题 能够聊到一起去 对身高呢没有其他的要求 就不要太就是158以下吧 不要太胖了就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就是面向啊比较和 就是和善一点 男嘉宾的走舞要求 一 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二 性格开朗 三 身材匀称 气质温和 为了给男嘉宾匹配到 一位合适他的女嘉宾 我们的编导也是讨论了许久 他自己还是属于那种 形态还年轻的 喜欢出去旅行啊 喜欢民谣啊那种 我都觉得他30岁的话 我觉得可能需要找一个 比他小一点的女生 才比较疲惫 可是他在重庆 肯定没有买房子 也是什么 我觉得他如果是30岁的话 可能女儿对那种30岁的男生的话 可能都要求他在重庆 要有房子 比较稳定的那种工作 所以说可能累一点的话 很多女生都不能接受 就可以找一个那种 就是说比较人家生活的嘛 可能对物资不是特别的看重 但是可能对像年轻人那样 他也喜欢平时出去刷一会儿啊 比如偶尔有空的时候 拼好咖啡啊 喝红酒啊那种之类的 累这个女嘉宾 我觉得比较符合那个男嘉宾 你看看来的一个 一个长的认识 但是这个女嘉宾连约 他可能更想到一个 就是马上都可以结婚 然后有房子 拆置一个人的男生 经过一番讨论和筛选 编导终于为男嘉宾 匹配到了一位合适的女嘉宾 然而没想到相亲当天 先到场的却是女嘉宾的亲友团 他在江北上班 我要在附近先来看看 这个女嘉宾都是那个 我子女 你子女 他在江北 我在附近坐都过来看一下 男嘉宾到了 他已经到了 刚刚我们已经跟他采访过了 要得那我看一下 你都是男嘉宾啊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来给我们这个子女来看一下 你打什么呢 现在就是在金黄北 要多少岁金呢 今年三十啊 你这个收入如何啊 现在就是五千多 有时候也会 就是说根据一些 代刊的一些线路啊 会增加一些 车载房载有没有的 车子现在暂时还没有 但是会考虑 你从那儿都得重庆买房载啊 对对对 都得重庆买房 本身是南州的人 但是目前就是工作 分配啊 或者说那种 朋友介绍到那边重庆来 经过了一番提前的考察 阿姨对今天的男嘉宾 到底满不满意呢 我觉得我们的高位啊 时候还是还想拍 我觉得还是 我们还拍 要看他两个有缘 不得看他自己来看 我们的子女只在24岁 当时他家是外地 我有点担心 我们的子女 接不接是那种 有缘的家庭 就是要看他自己了 那么女嘉宾 究竟会是一个 怎样的女生呢 又是否会喜欢 今天的男嘉宾呢 我觉得第一次剪面嘛 觉得有哪个缘分 然后还是送个小礼品 或者说送个花之类的 增加一下影像 这个是向日葵 对 泰迪向日葵 泰迪向日葵 对 那可以包一个这个 对 你为什么会给他选这个花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花 就向日葵的话 比较积极向上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 比较积极向上的人 所以说希望把更多的一个 阳光的一面带给他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 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是一个甘肃小伙子 来到节目当中呢 想找一个面向和善的女孩子 这些要求啊 真的你听听她的择偶要求 是很普通的 我们的女嘉宾符合要求的也蛮多的 我只是有一个顾虑啊 就是我们的男嘉宾呢 今年已经30岁了 来重庆工作有足足7年的时间 但是这7年的时间她都没有考虑过 你在重庆定居 咱们还是先买个小房子 对吧 你说这个问题 我都想到了 嘉宾会想不到吗 肯定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 那么对于男嘉宾来说 今天相亲的一个难点就在于 如果跟他相亲的对象 是一个27、8岁左右的 比较想早一点走入婚姻的 这样一个女孩的话 她可能就会考虑到一些 很现实的问题 就会跟男嘉宾提出 咱们未来你说这个置业计划该怎么做 那么男嘉宾今天的相亲 是否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呢 让我们一起回答 来来来 我跟上 你嫌重庆话 真的是听不出来 我平时出去打车呀那些 别人都说你是哪点的 我说我重庆的 打个重庆的 所以在重庆都已经7年了 对 我觉得跟重庆很 就是打交道 会很耿直 很放心 然后跟他们做事又很靠谱 然后重庆 重庆火辣的这种性格 又很实在 又很实在 大小的一句话用重庆话说 对对对对 在我们俩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女嘉宾都已经到了现场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给女嘉宾打个电话 好 问起她到底在哪里 然后呢我们就一起过去找她吧 好了 有点期待有点紧 应该更多的是期待 喂 你好你好 我是这个发展有系列 相亲特派员 你到了 我们在哪里吗 我们在都是 这些罐的背后外面 你在哪里吗 我们来找你吗 就是新衬这家 好 你穿的啥子衣服啊 一个留在的背裙子 孩子啊 都穿那个当号 好好好 要得 老母过来找你 女嘉宾肯定觉得我很八卦 一定要问人家穿的是什么 好 刚刚你也听到了 在一个奶茶店的门口 那接下来呢 你就根据这个线索 去找到女嘉宾好不好 她说了那个门口没有什么人 你去了就能看到了 走吧 女嘉宾已经来到了现场 那么今天带着满满诚意的男嘉宾 能否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让女嘉宾心动呢 未婚 目前是主导江北 然后因为工作嘛 接触的全职业比较小 每天都是上班 然后回家两点一线 所以也没有啥朋友 虽然今天才24岁 年龄也不算大 但是屋头马上还在吹 所以觉得有这个机会 也可以上上节目 上上新的朋友 然后平时我是个比较满热的人 不输的话可能话不是太多 然后给人感觉可能有点 身人无尽 点点高论 然后和朋友输的话 还是会劳力到一段的 平时比较喜欢 一些早片 然后和朋友一起出去 谈点吃个东西 然后再都是画点画 女嘉宾也是一个热爱生活 看重精神富足的文艺女青年 在兴趣爱好方面 就刚好和男嘉宾相匹配 那么在感情方面 两人的需求又能否一致呢 感情方面是 他在大学的时候 刷过一段朋友 然后出来工作都没在一起了 现在可能 想法稍稍成熟点 觉得要找一个性格或实力 然后靠谱的男生 然后经济条件方面 不是考虑的不是太多 因为毕竟现在年龄 也不算太大 也没有 所以刷朋友都到 谈混沌价的地步 所以比较还是这种感觉 就两个人在一起 要有话题说 要得来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我不是眼孔 我觉得 但是感觉还是很重要 我比较倾向于那种外星 高高大大的 然后让我觉得 很少了一人 我觉得很有安全感的 然后让他对我 很有保护的那种男生 其他方面 都真的没有 写太多的条条框框 都觉得感觉来的 可能啥子都不是事 综合两人的情况来看 男女嘉宾不仅在 身高外形上 符合彼此的要求 在兴趣爱好和性格方面 也有着不少共同之处 女嘉宾也不介意 男方目前的经济条件 两人的匹配指数 可以达到90% 然后就是买了一束花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 第一次见面 然后就觉得 我都没有准备 没有没有 不用准备 不用准备 买花那天还多 我实际的仇是没想到 觉得很实际很贴贴 好好好 来来来 那姓什么认识了吗 我介绍一下吗 我姓花叫鬼月儿 我次那个鬼月儿 鬼月儿 对 次那个鬼月儿 哦 她是甘肃人 但是她重新话说得好惨啊 她都搞忘甘肃话怎么说了 这个刚刚送一条花 那啥子花的 曉不曉得 菊花 菊花 你那个那个送给个菊花 我的天哪 没有没有 想日葵 那个是想日葵 那个是想日葵 想日葵 以前说过想日葵吗 没有 她回来知道什么想日葵啊 你理解啊 阳光 阳光 阳光啊 因为今天是云天 但是啊 男嘉宾觉得一看到你啊 都看到了阳光 对 因为想日葵是年曹阳光 是那个意思啊 女嘉宾还客气说 哎呀 你都准备了东西 我没准备 那个好的啊 对不对 啥子都没准备啊 没有 那别个给你准备花嘛 你都会个拥抱嘛 什么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也不好的 也不好的 好 那都握个手嘛 好不好 握个手 认识一下嘛 好好好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女嘉宾 长得真的好可爱 现场看起来 编导说 真的是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那么女嘉宾的亲友团 阿姨呢 已经提前了解了男嘉宾的情况 对于她对未来的安排呢 也还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到女嘉宾这边 她的择偶要求是什么呢 是希望对方高高大大的 让她感觉到很有安全感 那么我们男嘉宾 恰恰就是这样高高大大的 北方汉子 而且两位的这个兴趣爱好 也很相近 都很文艺 只是有一点 这个姑娘说 我不是严控 本来我当心男嘉宾有点不够帅 你说女嘉宾这么漂亮 她会不会在这个颜值上面 有挑剔呢 但是女嘉宾说我不是严控 我只是会看感觉 那我听了以后又觉得 完蛋了 为什么 大家说我要看感觉的 其实都是潜在的严控 只是你们说这个要求的人啊 你们是不了解自己 你想想看 你会对一个丑娃娃产生感觉吗 不会的 所以有感觉的都是好看的人 所以我说人类啊 真的要多多地了解自己 有可能录完这期节目之后 女嘉宾就知道 自己的择偶要求 真实的版本应该是怎样 对 就坐这儿吧 后面 你要喝点什么 我去看一下 碎碎碎碎吗 碎碎 要不喝点果茶之类的 都可以 喝茶之类的 有没有什么特色推荐的之类的 你能不能喝冰的 喝冰的还是常温 常温嘛 常温是吧 我来扶吧 不不不 我来扶 你自己扶吧 我来扶 我没有准备他的东西 我都扶了一个了 怎么能第一次才能一次 都只能给你回你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 其实她抢着买单的时候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好的女生 然后特别懂事 就心里面特别特别高兴 多放松点 放松点 放松啊 我也不紧张啊 所以你比较知性这样嘛 然后我就感觉 我 我很紧张 然后我就 每个啥子啊 不用紧张 我还是说重庆话 嗯 我也是说重庆话 都说重庆话嘛 对 你说重庆话 撕 撕撕 然后因为我们是 跟一些 这种 车上那种嘛 然后十一四天活着的 指甲团 你去不喜欢指甲那种呢 我指甲就出学过一次 在哪里吗 嗯 四川那个 甘孜花剑山 哦 我无疑才起了花剑山 然后是今年元丹切的 我觉得那个 开多漂亮呢 就是 就是上个月之前的时候 你们都是指甲带团出学的样子 对对对 对 这家带团 就是那个山对面 嗯 对 然后就看到他那个 还是有一些话 共同话题可以聊 嗯 只是少少 我的话没能够多的 然后稍微问上一个人 我不回家 我找不到花剑 应该不是吧 我不能输点 就会很开玩 就是生人的时候很冷 然后熟人的时候都很逗逸 然后很能够压住全场 应该的那种 我也要开了 但是我也就是说 遇到西方的女孩子 然后可能会自卑一点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很 就特别自信那种 聊天的时候 然后我也没点啥子话说 然后他都一直在聊 我都觉得他还是多会找话题的 会会提话的人 会跟他交捧啊 相处啊 或者说去找外地人那种 你是要一直在聊 为什么还是不在重庆 肯定以后都会在重庆 哦 我以后在重庆 你喜欢音乐这方面的 民谣那些 民谣 真的吗 嗯 我也喜欢民谣 对 我喜欢就是同样乐队啊 还有那个早累啊 我还喜欢早累 很喜欢早累 旅行方面那些 还有他聊天过呀 都还是自己还稍微感兴趣点的吗 好 现在把两位啊 单独叫过来啊 也是想分别了解一下 就是和南娃儿聊天之后 你们有什么这样的一些感受 好 从第一眼都不是 个人喜欢那个类型 所以第一眼还是很重要 然后聊起下来也 对他印象还不错 但多些新的 然后还小点买花嘛 嗯 再都是坐到那儿 嗯 白龙门整的 他聊旅行那些 也还是有一定的话题 在当时点咖啡的时候 我留意到 好像是你拿出来的 那个收付款吗 付的钱啊 是 那个是什么意思 谁跟他解释啊 第一 我是觉得 美的男生改付和女生不改付的 这个概念 第二 我是觉得 第一次见面嘛 我确实也没有准备礼物 然后男生准备了说话 哦 你是在怀疑他的这个人情是不是 嗯 觉得还回忆你嘛 哦 那这种回忆是一种好感的回忆呢 还是说你想把他赞算清楚的回忆呢 也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好真好真 可能是和人的情分 我觉得越情境的可能不一定想能够清楚 不是好熟悉 我都觉得稍微分你清楚一些 还是感觉不对 那你觉得有感觉的 你想要的是哪种类型的什么 那种蔬菜 嗯 那你觉得它的形象上面是 比如说是高矮的问题吗 是白黑的问题吗 旁熟的问题啊 嗯 反正我都觉得还是差点感觉 好 娘娘看来这个资料呢 确实还是比较看重感觉啊 然后可能也对这种 比如说形象啊 外形的这些要求也比较高 不是 我觉得你两个菜接触还是不要看外形 你看他多接触这件事情呢 他晓得他人到底是不是合你 对外表还是外在这里还是很理解 反正呢 一般的道理是那个说 包括老一半也会能够来提醒 就是希望嘛 各自更多的看的是女才的东西 但是话要说回来就是 可能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讲啊 大家有 都是一个看练的时代嘛 都比较看 比较注重这个 所谓的 比如说外形啊 身高啊 感觉啊那些 还是他外形身高看起来是 当然看得过去 还是看得过 当然要多接做的时间来都知道 到底他女才好不好 对啊 应该全方位的在了解 对啊 但我调到来的高差了 对啊 因为伙子 是不是很买的 人家哪里觉得 他其他方便 感觉怎么样啊 其他方便是可以的 各位观众 当我们的女嘉宾主动买单的时候 是好还是不好呢 其实是不好的 对于相亲的结果来说 为什么呢 女孩子啊 现在的女孩子都很独立 谁也不差你一杯奶茶 不差你一顿饭 如果他主动买单 那就说明了一个情况 就是 我不想欠你这个钱 我不想吃你嘴软 因为我没有看上你 我不想你最后觉得 你看嘛 相亲没成功 我还白白的赔了一杯奶茶钱 有这样观点的男生还挺多的 我的自媒体上面经常有这样的男生 来跟我交流说 相亲不成功 凭什么要我们男生买单 不买单没关系 你可以跟女生说我们AA制 或者就是 你看女生对你的反应 如果女生主动买单的话 那恭喜你 相亲不成功 但是你不会有一分钱的损失 那么今天女嘉宾主动买单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意在 他就说 我没有看上男嘉宾 我差点感觉 我就说嘛 姑娘是不是严控 现在知道自己的内心怎么想了吧 你对男嘉宾就没有办法产生那种 喜欢的一见钟情的冲动 那么现在呢 感觉是不够的 女嘉宾呢也非常懂事体贴的去主动买单 就是希望男生 不要产生那种不好的心理落差 就是咱们今天相亲不成也可以做朋友 对不对 哎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一眼就看到了今天相亲的结局 非常看感觉的女嘉宾 似乎对男嘉宾并不来电 但阿姨却觉得小伙子很不错 甚至亲自去给男嘉宾加油打气 经过了亲友团的鼓励男嘉宾突然走到外面打起了电话 那么她到底计划着什么 又为何让女嘉宾说出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惊讶 总图一段时间不小心在那儿切了 这是尿条的时候随口一贴 一杯药酒 白草香 致病养生保健康 风寒湿壁筋骨疼痛 肾亏腰酸 妇女气虚血亏 请用红毛药酒 红毛药酒始于1739 精选67位到底药材 经过671项质检把关 降薪传承280余年 值得信赖 喝药酒 选红毛 百年红毛 品质如今 养肺正当时 气短 喘咳 肝咳 痰年 您需要注意补肺 补肺益气治疗 咳痰喘 请用养无急排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涌立前方 精选6位中药材秘制而成 药量足 药进墙 药效长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你开始已经跟老板电话联系好了 是吧 对对对 跟他打电话沟通一下 你来张罗 你来跟老板沟通 协调 那如果说有问题 那我才出现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参与的话 你还是这样更有诚意一点好不好 走吧 我们先进去 先进去再说 你好 老板在不在 老板你在吗 好 这是我们今儿里来个男嘉宾 对对对 他跟你联系啊 有个事情 想要跟你们一会儿 想就是寻求你们的帮助 配合一会儿 你举下来讲啥事情 就是觉得女嘉宾比较可以嘛 然后想唱首歌 对她一个表达一个爱慕 可以放出来吗 我去看 我也我也 这个声音应该可以吧 好 我看这个歌已经选好了 暂停等着他 然后呢 你人就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好像还不是很酷 对 你要不要坐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 你坐在这儿吧 站着显得太正式了 然后你坐在这儿 然后他进来以后 你可以唱着唱着的 你再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也可以 好不好 好 OK 不要紧张 加油 那我就先出去接女孩 好不好 好 好 祝你演唱成功 好 我挺选择的 挺选择的 挺选择的 我想追求一个女士嘛 然后我都给她 想唱首歌那种 然后过来哭不哭 原来男嘉宾 就因为女嘉宾的一句话 就想为她准备一个惊喜 然而另一边的女嘉宾 却浑然不知即将发生的一切 好 刚刚我看女嘉宾以后 娘娘一直坐在那儿 娘娘在这儿催着我们 催着催着催着 你还搞忘了 今儿是出来相亲的嘛 趁到今儿出来老家常的了 啊 男娃大小小不晓得 不晓得 娘娘看到没的 还没那么熟 不晓得 这个感觉啊 中间男嘉宾突然都不在了 无非都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啊 都是落荒而逃 啊 就是她觉得 可能今儿女嘉宾是希望得了 或者是说啊 她觉得她那个桂花 陪不去桂院 她的桂花先跑了 还有一种情况啊 就是至少意外惊喜 哎 那你觉得是哪种情况啊 娘娘觉得啊 至少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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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娘娘像浪漫的 好 男嘉宾呢 现在在一个地方 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然后啊 她我请过来把你拎过去 你觉得我们回去啥的地方 是相亲 是相亲嘛 好 是相亲 看到没的 这个是一个琴巴 这个琴巴的名字也很有意思 叫等一个人 啊 那谁在等谁呢 这个人又是谁呢 啊 那我们就让你自己进去看一下 好不好 来来来来来 请请请请请 我感谢 我怎么能做 当时视频宣传他唱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很惊讶 中途一段时间 不晓得在那儿切了 然后主持人也在问我 我真的不晓得 然后没想到 找了一个琴巴它会唱 而且还是找了一滴歌 而且是我最喜欢的那首话 都觉得很紧细 而且很有心 听过你的首歌吗 没听过 你没说你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应该是名谣 你觉得老儿唱得好不好 可以 我觉得唱得好 可以 你还是比较商与会表扬人 但我们平常传统听那些歌 有点不一样 因为名谣的旋律 和它的唱法有点不一样 你现在看到 那个小伙子在唱歌的时候 你对他有没有一个新的一个影响 或者新的一个人识 有点我觉得 以前 那两百龙才我觉得很强 然后点 没有闷着 这个歌听完了以后 其他的我倒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这个里面一直重复着一个字 是吧 反正这个我是没有听过 但是不重要 我们问一下瑜伽宾 鬼月儿 小不小的是啥子歌 早里的花 耶 可以 可以 那那个影响了什么 可以啊 因为我很喜欢早里 而且花是我听的 他的第一首歌 那看来这首歌选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对 选的很到位的是吧 对 好 那接下来 对 接下来都有一个很仓库 很闲思的问题了 来请你点评打个分吧 就唱得这么样 唱得还可以嘛 还可以嘛 那为什么你要把这首歌 今天来唱给女嘉宾听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女嘉宾嘛 就是也就比较喜欢民谣嘛 刚好就也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 你是找了一首你最会唱的歌 还是说你要选一首歌 代表你的想法 代表我的想法 就希望能够女嘉宾 假如说 有时间有机会 要一起跟我一起去旅行 对 然后这种景象 对 开始很感动 因为只是尿条的时候 随口一帖 然后找来 然后他都有这种安排 对 喜欢联系嘛 我还是想再多争取一会儿 然后做一些更多的努力 好好好 哎呀 八道八道八道 哎呀 那是歌谈精通语力哦 其实这个歌 可能也只有你们两个人 喜欢听 然后又回唱的时候呢 才能够找到那个歌 他那个美丽所在啊 反正我听到一半天我就是就 我保留意见啊 那刚刚呢两位一起啊 又把这个歌合唱了一遍啊 其实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个巧合 当然也是更多的是一个缘分啊 就想不到男嘉宾选择的一首歌 正好就是桂园最喜欢的一首歌啊 那我也相信 其实这首歌有可能就会打开你们之间一些共同的话题啊 那通过唱这首歌也能够让你们找到共同的一些兴趣和爱好啊 那所以我觉得唱完了歌不妨你们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对方 看一下能不能再找到一些咱们共同的话题好不好啊 感觉就整体下来的这个对我怎么样嘛 因为接触了很久嘛 然后目前我们觉得反正还差点感觉 差点感觉 真正就是接触了少嘛 然后还没提前出来 就是有一些有点压力 更多的努力嘛 对 然后既然就是今天就是有缘能够认识嘛 也可以就是先从朋友住去 然后能够加一个微信嘛 平时假如说你有喜欢的一些出去玩的地方啊 也可以可以问我 虽然女嘉宾说还差点感觉 但依然愿意加上男嘉宾的微信 那么是否代表两人之间还是可以发展的呢 我一般就是在喜欢的女孩子面前还是多自卑的 就是可能就是自来自往管了嘛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不够不够那么仔细 就当两人快要出现转机的时候 另一位亲友团的出现再次动摇了女嘉宾的心 你又去接那个人过来哈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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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介绍一下团员是哪个 这个是我朋友李月刷得最好的闺蜜 刷得最好的闺蜜哈 那你们平常在一起应该时间也很多哈 嗯对比较多 他那个过程问题你是不是也一直都比较担心呢 对的对的 我也催得啊催得很急 哦 那你自己啊 自己还不急 不着急 你不着急 他着急啊 就是今天上班 因为上班 哦 我都是说你们两个竟然是刷得最好的闺蜜 我要说我们相亲都要结束了 你才好 难道你们都真的是熟了结妹花吗 没有没有 她都给我掰了来 其实大概他们整个的相亲狗层 我都还是比较了解了 我先总体问一句 按照你对你朋友的了解 你觉得他时候找一个啥子样子呢 找一个比较赶紧阳光点的 哦 看了那一点你们两个想法真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难怪是两个刷得好的朋友 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先看阳远是不是 对头子 所以说这也是你们两个一直还淡气的原因 是不是 你看两个人确实是好姐妹 好闺蜜啊 我们都说了那么久了 两只小手还紧紧地牵在一起 久久舍不得放开 其实今儿最开始啊 闺蜜来啊 是没有看上男嘉宾的这个所谓的感觉的啊 当然呢 后面呢 随着这个了解的更深一步之后 特别是男嘉宾主要一件事情啊 就是把鬼儿带到了这个秦巴来 唱了一首流泪吧 赵泪 赵泪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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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喜欢的一个名谣歌手 对对对的 还喜欢那些名谣歌 然后啊 男嘉宾又宣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 唱给他听啊 可能呢 让他要对男嘉宾也有一个 这种真大光明的景气坐到那个旁边 除了他看都可以 他以为你是苦客 他又不晓得 是不是吗 你问他 比如说我问他帅哥 有没有餐厅之间还来的 你还跟他说的话都别 都是那个衣服上面有心情点三个字那个 都看完了吗 你还真是看着眼儿呢 你是哪个吧 你是前脸吗 我一般都要看脸都行 又是看小脸看脸 好好好 那我问一会儿小脸 看着脸眼看出啥 这名堂没的吗 嗯 我觉得就是他喜欢我的意思 那我们再问一会儿亮亮的意见嘛 好不好 因为国外因为马上要出选择了 今天啊 你的亲友团呢 都真的是个团 对 亲友团都是一个的 你是两个人都做成团了 我也希望你听着不同的意见 好不好 亮亮你做的呀 我觉得这个男后来从麦花到咖长过来 还是很有心 真是考虑一下 好嘛 那两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作为身边最了解你的闺蜜啊 只想看透了你的心思 他觉得不适合你 当然作为亮亮来讲 作为长辈来讲啊 他也看到蓝家宾 这种很多的优点 或者今天主的时期 那么两种不同的意见 我希望你也不要说 我自己听哪个的不听另外一个的 你可以自己再思考一下 再点量一下 你马上做选择的时候 希望你能够跟随自己的类型 拿出一个决定嘛 他们两个意见都比一样 都就是不是要能够选呢 好 两位啊 现在把你们交到一起来呢 就要做最后的选择了啊 当然呢这个男嘉宾的 他的心意 他的想法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那从今天最开始的一束花 到后面自己去安排这样的一个惊喜啊 设计这样的一个环节啊 然后呢选择女嘉宾最喜欢的一首歌 要唱给他听 其实男孩肯定是希望能够跟你牵手的 那么现在关键就是看一下 我们桂圆他自己的判断和想法了 那么桂圆今天其实也听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有来自自己的阿姨 来自亲人 那有来自自己的闺蜜啊 最好的朋友 我还是希望呢你能够跟着自己的心啊 最后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好 那么具体选择的方式哈 我们现在站在这样的一个廊桥上面啊 待会呢我们就请男嘉宾啊 先到廊桥的那一头去啊 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面对 站在这边的桂圆啊 在他选择之前 你最后再大声的来一次告白 把最后你想说的话啊 大声的就他说出来 那如果说女嘉宾你愿意选择他的话 就请你走向对方走向对面 因为今天其实一直都是男孩在主动 所以最后如果你要选择的话 希望你也主动一次 那当然如果你不愿意选择他也没有关系啊 那就可以转身离开了啊 那可能中间的这座桥 也就刚好成了你们之间 可能没有办法去逾越的这样的一个障碍 那我们先请男嘉宾啊 到咱们廊桥的对面去做好准备好不好啊 那桂圆就在这一头 听听男嘉宾到底有什么要给你告白 然后最后你来做出选择啊 嗯 为寂寞的夜空划上一个月 看到第一眼女嘉宾的时候 就会觉得是我的一个喜欢的类型 反正还差点感觉 我还是想再多争取一下 然后没想到遭了一个情巴 他会常遭了一个爱情书 还是我最喜欢的那首话 桂儿我喜欢你 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可以给我一次机会吗 男嘉宾很大声地说出来的时候 都觉得还是很意外 三 二 一 请选择 看到他一直没有懂 然后我都很紧张 我想得起可能他不会再选择我了 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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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来来来面朝大家 首先还是祝福祝贺 而且我觉得就是最后你们俩 其实各自说的这句话 说的已经非常好了 我觉得把我想说的也说了 那作为男孩来讲 其实今天一直都在努力 一直都在主动 那么最后女孩 她也主动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她也大胆地做出了一个选择 所以男孩用更加激烈的方式 来回应他们就是跑过来 我也希望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狼桥上面 你们各自向对方迈出的这一步 真的能够更多地 走到对方的内心世界里面去 好不好 希望你们能够最后有一个好的结果 再次地祝福你们 也祝贺你们 牵手成功 最后做出宣贼 也想到给她一个机会 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看第一眼 可能后面还有更多惊喜 你们要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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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节目即将结束 我是金刚观察员飞桃 男嘉宾最重视牵到了女嘉宾 其实我都一直为她捏一把汗 因为闺蜜反对啊 闺蜜觉得我很了解我的朋友 没有感觉大家就不要牵手 而阿姨这边呢 又觉得小伙子看上去很敦厚 踏实 是一个过日子的 那么新旧两代人的观点 就在这里产生了冲突 最终女嘉宾选择 男嘉宾其实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是出于感动 在这里呢 我要给男嘉宾一个建议 你想想看小伙子 来到重庆七年了 虽然说你今年三十岁 看上去没有那种很多三十岁的男生 身上的油腻感 那是因为你的生活爱好 你的情趣方面拯救了你 你喜欢民谣 喜欢旅游 这些文艺的气息帮助了你 但是我也要提醒你 我们以前说成家立业 但是现在呢应该是立业成家 既然是要考虑到婚姻的问题 还是要把这个买房啊 未来的规划呀提上日程 今天的女嘉宾呢很年轻 她不会考虑到买房买车 这些庸俗的遥远的问题 但是一旦你们进入婚姻 那么这些问题 她就会浮现在你们眼前 还是会从一个矛盾点 男嘉宾 加油了 好 各位 其实今天咱们的这期节目呢 可以说的很励志 那也很有代表性 很典型 因为呢其实一开始呢 女孩对男孩的这个印象呢 并不是很好 不过呢 男孩并没有就此气馁 也没有放弃 依然呢主动的来争取 坚持做好自己 当然最后她的执着 她的付出也打动了女孩 我觉得今天 咱们的男嘉宾所作所为 对于很多朋友 都有一个借鉴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呢 恋爱和相亲当中的朋友 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 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那么电视节目的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今天节目嘉宾的更多个人信息 欢迎大家来扫描屏幕 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不打电话 8805 8805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到 龙虎新一场二楼 凡人有喜 卸下婚礼服务中心来 直接报名 好了 爱情靠争取 外不放弃 感谢各位的收看 鱼游侠打了 下班了 拜拜 再见